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最詳盡的新馬資訊 帶你看盡世界馬壇 輪盡馬圈天南地筆 馬場USB 節目主持人 尤達 拉拉 回來第二次的馬場USB 拉拉你繼續討論他 我首選是選擇村航晚區 始終上季都是力迫準備就緒 迫到氣喀 雖然都讓很多磅 但這次他放回莫雷拉 他有誠意在那裡跑 我覺得應該都要選擇 另外就是為何很喜歡這隻藍天保馬呢 一來他上一場贏黎迪 贏過千葉 二來這隻北半球馬 其實他來香港之前 跑那場高山錦標 三級賽 他是同人氣高的 就是Charm Spirit 之後在歐洲都贏了很多 一里大賽 另外還有其真三隻馬 一起衝過終點 始終北半球馬 尤其是徐宇石 這些連馬師 他都不算很急進 一邊跑一邊給他適應水套 一邊減分 開始反彈 這隻藍天保馬 一六五零米是沒有問題 始終他都是出自Food Step in the Sand 如果再數Food Step in the Sand 出自巨人長題 巨人長題 就出自Storm Cat 他泥地也跑過沒問題 我覺得他一里也沒什麼問題 而且他上一場 其實贏的難度 因為他十二檔殺起來 但始終我 為什麼中環大地我擺四選 我純粹就是不喜歡這個檔 還有這隻馬 如果看空跑 好像就會差一點點 不過有潘頓好的姜誠 所以我就擺回他做四選 最後我選一隻迎風飄陽 因為始終他都是正宗泥地 而且這場有很多放頭馬 活力寶、飛龍區、喜喜寶 南天保馬、果蕾馬 都可以放頭 那我就選一隻後上馬 拼他可以蓋 又這樣說 如果你說的迎風飄陽 其實如果你有留意 何妍呢 被那些輕綁馬的蘇迪孔 久不久你會有些驚喜 還記得一輩年利嗎 是 很簡單的 偉達都騎得動 我不相信蘇迪孔騎不起 現在要講到這樣的時候 其實對達少爺都是 偉達都騎得動 馬蘇迪孔怎麼會搞不定呢 這樣說 沒錯 所以最後呢 最後呢 其實有三隻是一樣 我和師兄都是中環大地 可能是中環大地 南天保馬 迎風飄陽 和這隻 村航曼區 好了 接下來呢 其實今天我們都有一隻新馬 想和大家說 一隻新馬叫君子承諾 在第六場的四班千二米 那就是新種 這個種 大家其實今年都很熟悉的 Tarri stock 但是呢 這個種呢 在紐西蘭呢 就真的發熱發量 今年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出了 他配了一種不太久 出了第一個Full 出了一隻福定來 紐西蘭打給亞軍 然後走贏玫瑰剛堅尼 另外一隻就是 明月千里 因為其實呢 雖然這個Tarri stock 這個種呢 他是贏千一至千六米 但是呢 他呢 他呢 因為出自Montju 所以其實他紐西蘭生出來的兒子 普遍都是跑長一點的 尤其是他是一三年的Ready to run sale 就是紐西蘭加拉卡那個Ready to run sale 雖然就被人收回 跳十一秒二零 但是因為他始終是長途馬 所以跳的時間不快 也都很正常的 尤其是他媽媽 他是出自拾標的 贏四場 千六至二千米 本身呢 他呢 就同一隻馬 就是香港以前 又是榮大董那隻長驅 是童母的兄妹來的 那長驅就贏兩歲 級賽贏總馬 在紐西蘭贏總馬 那樣要贏千四米 那生個九胎 有七胎出賽 有四胎贏馬 都不用說了 老爸出自Montju那邊的 Tarri stock本身很多都是考長途 媽媽出戰十日標 最長贏到二千米 這隻肯定是長途馬 我們看看他有西蘭試襲 試成怎樣 外面大外當紫色三個 那隻就是君子成 你見到他其實 就比較慢 因為他始終試八百米閘 跟得很辛苦 但是始終試襲 大家都跟同齡馬試 水準就不太高 但是這隻馬 對 看到格其實都不像短途馬 在最後二百多米的時候 看到他稍微比一比 那隻馬都比到一些不錯的反應 OK的 這隻馬應該就是長途馬 其實他來香港都操了一段時間 先拿出來跑 最後那貨集 這樣就比兩步 這樣就OK 始終長途馬 你不預期他試一千米集 可以試得很好 那千米也路程嚴短 那先跟一下 先減一下分 那翌日他跑一里 千八 甚至跑到二千 這隻馬 這隻馬 這次排的檔人不太好 那隻馬本身 你看回 我看回他神操 這隻馬都是六七成左右 那試那個集 最後那貨草集 上二月份的時候 他都是 都是要比住比住這樣去 就不是很簡單 這隻是長途馬 還有這次排外檔 那也要學一下 算了 好了 那接著講完這裏 我們就 因為上個禮拜 就跑完這個 杜拜的超級星期六 我們都跟知師兄 都聊了少少 這樣就 我們先看一下 那天那四場 比較重要的賽事 那個 不是這張照 先看了一條片 好 好 好了 我們首先看北風錦錶 看一隻好好機 即是黃武那隻 師兄 那天我做節目 我給他一個 iPad動向他旁邊看 你不斷在那裡嘆氣 哎 無思義回來了 等你講 他真的回來了 為什麼回來了呢 因為這場馬 那隻毛爾倫比 即是現在頭馬那隻 就是因為上一次 新大家 短途錶的時候 就被這隻好好機 主動搶到前面 變成這場馬 你看到 其實那天所有的泥地賽事 全部都是一出雜 待會讓你慢慢講 我們現在看看 容後再決 英王錦標冠軍 怎樣 透出了那隻 非常之輕鬆 始終對手都很差 大利盈也都 欺如其分 雖然這隻馬又進步了 但是 照這樣看 暫時他 因為始終容後再決 是英王錦標冠軍 歐洲 叫做一級頂的馬 始終大利盈這樣輸給他 也都很正常 欺如其分 欺如其分 但是這條Q就很穩 對 但是後面那些都是一般的 好 接著我們看另一隻 那隻 密匯之旗 這隻馬 稍後倒敗就很失敗 現在在最外南 布爾學 穿著高多芬 這件 幾步就過了 兩步就過了 說真的 這場對手真的很差 但是這隻馬本身是 有進步 不知道還有多少享受 跑了這場馬之後 當時那邊的轉播 就說這隻馬 就是刺熱門 即可不可以牽佔到一隻 好 接著我們看 準備就緒 如何輸給那隻特殊戰爭 這隻特殊戰爭 待會回來 有很多東西說 但是準備就緒 先不論他能力去到哪裏 就是很明顯 很適應到這條杜拜的泥地賽 一來和二來贏在雷神的機智 知道船 擺頭走一定會在這裏 他也彈回後面 他也贏了一隻莫他協 對 還有那隻Keen Eyes 冰湖快 冰湖 冰湖 這樣就 好了 先讓你說毛思義 說回那場很好計 我剛剛還沒說完 毛思義回來了 那場你見到他就是因為 新達加 一出閘就擺頭走 就被他從頭放到尾回來 接著到這一場 他出閘就有少少 不知做什麼 發雜溫還是怎樣 就被一隻毛伊倫比 一頂頂了 他完全就沒得走 跟著這隻馬 其實已經之前跑了一場 其實他狀態一路 其實都維持到 但是他都已經 你看到那條片的直路 他都已經想逼 他又不是很逼到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又是那個六毛思義 整天被人罰 都是這樣 但是意外在 那天 他連第二都沒有 就輸了給一隻奇花 就只有第三回來 當時在香港的賠率是十四元 十四元 但就算去到外國 都不是差很多 都是十幾元 都是大二門來的 這次我覺得 這隻毛伊倫比 就不要因為這隻馬 贏這麼遠 你就覺得它是很超 那這場馬 純粹 一來韓納勤 他吸取過之前的教訓 這次就立了深水 那第二樣東西 就是 毛思義這一場 我覺得呢 又是以前那個 中後段已經是放棄了 已經是放棄了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 因為你這場 都是一場 三級賽 都是一場 你正本氣 都是金沙軒 那你這場 叫做 跑過第三也有多少錢獎金 第三也有兩萬元獎金 那收了兩萬元便是獎金 到正本的時候 才會再來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 這個待會我們說 其實毛伊倫比也是七歲馬 都是一些奇英 只不過因為 我們經常說的危地 無論在日本跑也好 哪個國家校也好 你今天贏完人兩三個馬 但是可能三天之後再跑 就可以倒輸回三岸 形勢一不同了 就已經是兩個世界 沒錯 但是這個我們稍後才 遲些出了一個 最後 我們再說 說回容後再決 黃金之島那場 其實我們之前 跟知師兄 都在電話裡講過 其實這場馬 都是很正路 都是四六一對馬 帶你認同他 就已經凌駕了所有的對手 那容後再決 基本上他又贏過 這個King George 然後再在福伊錦標 都贏 都贏到尖指精神 如果不是因為 臨近門之前 兵變 拉倉的話 可能這隻馬 跟金浩國都可能 有一番競技 當然我都覺得是金浩國 但是怎麼說 這隻馬 跑了這麼久 first up 跑場二千四 都可以贏得這麼超爪 我覺得這隻馬 到了Shima Classic 應該都是雷同體 但是你說夠不夠 當時我們再下一張照片 其實都有些日本的馬 有些日本馬 會跟他困 到時就不知道會怎樣 但是這隻馬 這場馬 真的做得好足 恰如其分 應該都 現在都是五歲 去到正本氣的這場馬 這隻容後賽 我相信都會是日本 那大利盈你自己怎麼看呢 那大利盈呢 我覺得 因為始終來說 大家還記得 那次跑香港平 他輸給高地支 沒有富林特棍 那個第三 其實就真的 水準很高 因為我們大家 當時我們都 跟周大哥 各個都談 尤其是周大哥 因為周大哥 每天都去看神操 他看過 我們兩個看 我也覺得這隻馬 都脫脫脫的 脫皮脫骨 還有就是 不是很on form 但是他都可以 哇 到臨場那一天 就跑得這麼好 那隻馬 由三歲到四歲 那個階段 可能的進度 就還不夠 因為他一跑 就跑到這裡 那卡士 始終你當 如果跟容後賽決 來比他三歲的賽職 都不是說 最頂 他都是由綠色勁區 和贏那隻勁精神 他不是對著對場的對手 這次就叫做 真的 跑回自己級數 在容後賽決之後 然後他後面都彈了 那我預期這隻馬 跑完這一場 應該是會再進一步 到正本戲 應該都可以 都可以在前面回來的 那 那 我也說回一點點 其實這隻大力營 都恰如其分 因為始終容後賽決 他是King George的冠軍 即是你說那場 King George的水準差也好 那他假假地都是歐洲 一線中至頂的馬 那你大力營 以一日三歲的馬 你輸給他 也都恰如其分 沒有說可惜 那看回 可以在這幾個星期 他還可以再進步幾多 那也有蘇銘 還有跑到這個地步 好像超級星期六 到杜拜世界杯 距離兩個星期 其實這兩個星期 對於入圍的馬 其實那個備戰 是會很密很密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 譬如說 在杜拜那裏 都有一個Fan Page 大家都可以上去那裏 留意一下 這些馬 在神科裏面的狀態 是的 好的 我們先說 我們先說 傑貝哈特 好 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那隻脈匯之旗 有沒有機會 可以挑戰 下隻北柚真鋼 和挑戰下隻 經濟學家 你問我 雖然他剛剛這場馬 他贏得很篤定 你看到他 真是放在外面 萬步速 放在外面 蝕俊偉贏你 因為始終這場馬 對手真的很弱 這場馬的對手真的很弱 而他都是輕描淡寫的 當然 當時最後 好像官方杜拜那邊 都說 贏完這場 跟著就是 可不可以挑戰到經濟學家 或者他直接說 跟著說 開盤 都說這隻馬 已經是那場 土地大賽的刺激門 但我就有些保留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我剛才都說 這場馬的水準 對手真的 除了一隻 除了一隻 物匯之旗之外 都說不到有哪隻 是叫做 有些牌面 所以他這裡 他贏 根本是很正常的 這隻馬 也是當時 在那裡的地方 都是一個傳熱門 其實那天晚上 杜拜超級星期六 其實就是 最焦點 第一 就是這隻物匯之旗 還有 跟著就是融候賽 我不說 很好的話 很好的話 我不說 但是我已說 那兩場 還有就是 物通 即是那碗布奈 印著這兩隻馬 做封面 還有就是 那場 待會兒我們說 麥通第三輪 就是那隻 冰狐快道 還有莫他協 就是 那個優點就是 這幾隻馬身上 整個超級星期六 最後 就是 我們說的那幾隻 就叫做 跑出水準 待會兒我們說 麥通第三輪 我們再說 另外那兩隻馬 所以 你看回這隻馬 他贏得這麼 可能會有一個錯覺 就是 去到那裡 他挑不挑戰 但是如果你看回經濟學家 我們上個星期 你不是播了一條 是 說他在法國那場 就是贏的 那場是試襲 當試襲 當試襲 那些普通handicap 但是 就已經收到那個 那個熱身之效 其實這隻馬 我據我所知 已經是倒了步 是 到了杜拜那邊 去備戰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挑戰 如果這隻物匯之旗 真的要挑戰他 我先不要說這隻 經濟學家 他只要撐那隻不撈真鋼 都成文 都成疑問 能不能撐贏他 我這樣看 這隻馬 他的水準 我預計是去到哪裏呢 他大概有民族英雄的水準 而且以前 郵王 有一個叫做 藍色生 有一個叫做 師慈哥父 他應該有那個水準 但是夠不夠贏呢 民族英雄 都要輸給一路通 師慈哥父 就撞對那水 杜拜草地大賽 以前叫做免稅店 弱點 他就有得贏了 我相信這隻馬 因為其實他都很年輕 始終是當起的馬 我覺得他可以 但他始終有個問題 就是說 那麼慢步速都流到那麼厚 跑法太被動了 那個跑法 所以去到真的 正本氣 經濟學家是可以主動一點 跟四五位跑都可以的 那你就會蝕這些給他 還有他 麥匯之奇 我覺得他 你看看那場賽事 他的變速都不夠 不過就是因為 那個變速 即是他的加速力 應該就 不是太夠 只不過你想想 他贏第二那隻 都是叫做提甲象 八歲馬 那你變成 如果真的要去著 那些好像經濟學家的 變速力那麼快 還有那個 那個勇裔 是那麼勇 我覺得都很難困 所以 但是這隻馬 加上 SOLO 即是經濟學家 再加上 那隻 其實就嚇走了 都不少的馬 例如很簡單 今年杜拜 有一隻馬 其實大家都繼續看 叫做安全檢查 安全檢查 他贏了一場二級賽之後 我簡直說 連杜拜世界杯正本戲 我不考慮 游回來香港 因為完全知道 這隻馬 不夠 但是安全檢查 是今年杜拜賽期裡面 一隻都頗受人注目的馬來的 但是都寧願放棄 那個草地大賽 寧願來香港 那可想而知 其實這幾隻馬 放在那裡 其實都很兇 那我們最後 講講那場 麥風第三輪 你怎麼看這隻 準備就緒 沒有了泥地 不是跑日本那隻泥地 跑回杜拜那隻 就是任何泥地馬都跑得 你知道日本那隻泥地 差不多是日本那些馬 都才會跑 那麼他 亦都交回應有的水準 那麼 也都莫雷拉 贏得很機次 一檔 那麼起碼最少有一件事 就是說 我去到杜拜世界杯 我不會是遠遠落後那些馬 起碼我叫做出了一閘 我是有得跑那些馬 那你至終知跑馬很多意外 那或者有 他雖然實力可能和 加州 閃亮加州和Frost 即現在就暫時 杜拜世界杯那兩隻 擂台彈 嗯 他有少少距離 但是有時候跑馬有意外 那我覺得 會有獎金的 你問我 但是贏不贏到 前六名都有獎金 是啊 我猜他會有獎金 另外想說一說特殊戰將 即爆大眼贏回來的那一隻 這隻也挺有傳奇的 是啊 在大陸跑過 在大陸跑過 特地我上個禮拜都貼了一條片出來 你有沒有帶一條片來給大家看 沒有帶來 因為那條片太蒙了 那大家上Fan Page 因為我放了上去 他就想 你知道現在有時候 杜拜跟中國大陸的賽 因為中國經常想搞賽馬 但因為很多原因又搞不到 他就會有些表演賽 每次杜拜運一群馬過去跑 運五、六十隻馬過去 就跑六至七場馬 他跑那場叫做 杜拜成都國際盃 跑草地的2200米 蘇紹輝過去跑 蘇紹輝在大陸跑馬 那場馬的獎金是150萬人民幣 大概等於香港二班 人仔又高水 在大陸算高的 大概香港二班賽事再多些 但是你運得過去 運得過去大陸跑表演賽 你想想 那級數通常都會覺得 不是很受重視 或者沒有什麼機會發揮 才運過去跑表演賽 但是這次 就被他放下放下放下放回來 但是下次世界盃 還可以讓你這樣放下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還有那個莫塔協 好像去年他跑完 贏了阿聯酋打比之後 其實這隻馬一直都沒有贏過馬 剛剛這一次他跑過第四 而且你很明顯看回他 這隻馬跑完 去完肯踏機 跑完肯踏機打比 輸給美國法老之後 這隻馬基本上都好像沒有什麼進步 雖然他在貝蒙那裡跑回第四 但都已經輸七個幾馬位 對著Frost和冰狐快道都輸得很遠 這隻馬一直都不見有 再有進步 所以這隻馬可能那個機會 就在剛才我們說的雜馬之中 就比較再次一些 那又這麼說 在杜拜 因為我也有些老友在那邊 探子回來 如果大家有上我的尤達Fan Page 我有一位老友在那裡留了一句說話 就說他在那裡看了那麼久 那隻閃亮加州是一天比一天的 正常啊 美國兩貫馬 因為他真的部署得很好 還有去到那邊 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做上去 那個狀態是一路一路慢慢提升到 是較到正本真的欺負到 所以我覺得這場 是一個人杜拜世界盃 這隻馬應該是擂台等之中的 但是他要對那隻Frost 現在就是 Frost 其實都是那一屆 跑美國法澳那一屆三貫的學生 那些門生都是 知師兄經常說的那一類形容詞 但是Frost就被油王買了 油王你知道都對這隻盃情有獨鍾 那他跑完麥通第二輪挑戰賽 就是1900米 他贏了五個馬位回來 跑完之後 他打算他跑第三輪 打算他不跑 直接等杜拜世界盃 這兩隻馬現在就是 歐洲 即杜拜世界盃 兩隻擂台等放在那裡 準備就緒 有一件事好 就是說他適應到杜拜的泥地 那起碼證實了可以飛過杜拜跑 還可以 那不用賣了吧 那又有小度了 就是這隻馬已經說 開盤了 那可能跑完這一場 就 就 看看有沒有人出價 那就可能賣了他 因為始終你很慘的 你這些馬 泥地在香港 沒有出路 那你只有這些 那你好像是在杜拜這段時間 就叫做有 那你如果不是 你還要去哪裏跑 韓國 因為你韓國都要九月 那你去到日本 日本的泥地賽 那你去到日本 日本的泥地賽 中央一級那些 就二月錦標已經跑完 接著就要去到 那個日本泥地賽 冠軍杯 那中間那些 你基本上 你外國 你只要去美國 不跑 那你去美國 那你去美國有一個問題 那些稅 掌金啊 稅啊 和運費方面 很誇張 美國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跑那些超快步速 他頂不頂得順呢 很好 當然試過 乃過東西的了 已經是 因為他那個獎金 因為那個獎金分配 和那些獎金會打稅的 是 他打稅是抽得很重的 那你變成這樣 這件事已經是 侄外了你外國人 帶一隻馬去美國原青 除非你好像去到 Beaders Club那些 很高的獎金 你的馬又有機會跑 那你才叫有的有因 如果你說真的跑普普通通那些 三四十萬美金 那些根本都不值得去 那你變成真的沒有出路的情況 就被迫著要賣 那賣了可能就去歐洲找個第二隻馬 拿一張replacement簽回來 是 那些錢去歐洲找個大不列瘋錦錦標冠軍 或者是 那樣 好 我們看另外一張 那現在是告勝本氣的時候 有些什麼馬會出現 好 我們去下一張照 這個就只包含了香港和日本的代表 麻煩出一出那張照 那現在呢 今天的消息呢 就是說花月春風呢 就是因為政策 退了一役 退了一役 那阿喬斯呢 就是香港和日本的代表 這個就是香港和日本 香港就是兩隻 一千米 新力豐今年殺贏了三場一千米 那就是落實陣莫亞了 幸福指數就是今年的香港短途 上年阿偉達就有少少一輪 才被那隻獨掌全權偷到雞 用雷神看看可不可以補充 那另外還有一隻阿師兄 可能比較熟悉 黃恩出谷 那這隻黃恩出谷 其實之前跑短途錦標 中山那個 大家都見過 這隻就是郭田仿一的鎮倉堡 這隻馬就是幫他贏第一個級制賽的馬匹 那他就贏新式那場下季短途錦標 剛好就是跑一千尺路 那所以就跑回他的手本路程 那叫做武峰 因為那些武峰也是他經常的拍檔 對 那另外還有一隻援衝之計都會過去跑 現在說的 那另外有獨掌全權 那這個我沒有寫下去 那另外金沙軒錦標 港隊就出四隻馬 那最後連三和福將都拿到那張入場券 那控制者就落實了 強配上陣就找大圖里 即多福就找莫雷拉 那這樣就很好講 就無私意 都暫時用 那三和福將就應該用達少跑 因為達少是他最好的拍檔 對 跟著說回阿聯又打比 對 有一隻我記得就是 就是深秀行其中有一隻 就是那一場川崎兩歲一級賽的冠軍 那一場一級賽的冠軍 那一場一千六米的泥地 那這隻Randy 本身其實很早已經說了 想去阿聯又跑阿聯又打比 從而進級去跑肯塔基打比 但是他復出跑一場OP的泥地 就不算跑得太好 那另外就是草地大賽 除了你會見到一隻經濟學家之外 不咬真鋼也會過去跑 這隻就是 哪個跑阿 這隻是莫雅粗刀的 這隻馬就是 那不咬真鋼就是 高月上加日本打比的阿軍 那之前看那個中山紀念都跑過 這隻馬就略為均速一點 可以跟前一點走 上次中山紀念也跑得不錯 那就是司馬經典賽 日本就派三隻馬去跑 最後震撼 就是今年的日本盃亞軍 就馬莫雷拉 就是盡人事 另外一隻天下圍 就是日本打比冠軍 就轉去一個新馬房 新練馬師 為什麼呢 因為本身那個練馬師 喬口宏次郎 就是因為年屆七十 就退休了 所以那些馬就轉了 這個就轉了 因為這位喬口神界 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 是新練馬師 又是找回阿武峰去跑 至於大明大放 之前大家看到中山紀念 他贏得多麼肥肥 這次跑完再粗一點 再找回阿杜滿來就跑 這隻馬將會是 那隻 擴充 用後再來的 深福大患 沒錯 另外就是世界杯 除了香港準備就緒之外 北港火山就是拿到邀請信 已經落實了 信子之夢 很多網站都說他拿到邀請信 但官方就未公佈 所以要加幾隻字 那這個呢 我們呢 應該就很快會知道 我猜應該都拿到的 應該都拿到的 應該都拿到的 那最後 杜拜金杯就放一隻 New Black Dye 那 就比較 像一些 那可以回來了 這樣 好了 那交代了大家 和大家交代了這個 杜拜世界杯日本馬 和香港馬的配搭 之後 這一節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大家記住呢 留意我們在Fan Page裡面公佈 那個現場人觀眾版的 怎樣報名 那另外跟著下一節回來的 尤達會亞瑟 那我就找了一位 新進平馬人 就跟我聊天 大家可能在網上的電視 在網上 或者在澳門的奧亞衛視 都會見到他做直播的 那這位楊俊 那這位楊俊其實呢 他曾經都在馬會裡面 都做過一些不同的崗位 那也是一個很努力 很沉實的一個平馬人 那這次我就找了他上來 就跟我聊聊天 說一下他怎樣入行 那其實籠統來說 其實他也跟我在另外一個 網台節目裡面 都是拍檔 不過呢 我們就從未一起同場做過 那所以就借這個機會 大家聊聊天 那講到這裏 就真的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下一節就回來再見了 拜拜